來到第16條MC 這個recall一個計算area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如果有一個circle 然後如果你想去計算藍色這一塊 那你就要把它拆成 這一塊東西就等於 那個setter 減回那個叫做triangle 那如果我用回顏色去show 給你看 就是 我們會 套回原衣 橙色的setter 就去減回 中間 綠色這個三角形 就是如果我們要計 藍色這個叫segment 就是setter 減triangle 那所以呢 去回這一題那裏 我們就把這個去要計算的 shadow region 就割開了做一半先 好了 那我們就有上下兩塊一模一樣的東西了 那這個我們叫segment 藍色highlight這個 好 那這個segment呢 就要用setter的triangle來計算的 那我們先計算了 綠色的triangle先 這裡有個綠色的triangle 那這個綠色的triangle 怎樣去計算呢 就我們看回一下 那現在的長方形呢 那它的radius 其實它的長是4 寬是2 即是說是22 22 22 那 即是說呢 那個segment circle的radius 其實是2cm的 那我們要去 看回那個叫做 看一下先啦 那中間斬開一半應該 那個triangle的高呢 就應該是1啦 是吧 OK 因為你剛剛很平分一半的嘛 1 1 那這個triangle的高呢 就是1啦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計算這個triangle呢 的那隻angle出來啦 那就是 這一隻啦 其實這兩隻是一樣的 我叫它做φ 那我們就會有呢 cosφ 就等於 1 over 2 那就是說φ 是等於60度的 那所以 綠色的triangle 的area呢 就會等於 2分1 a b side 120度 那隻角120度 好 按下機啦 這裡 4 side 120 除2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開方3來的 我們計算一下setter了 那個setter呢 就是 pi r square 就是pi 2 square 成分120度 over 360度 那就是 4 over 3 4pi over 3 那所以 那個segment呢 我們 就會是 sector 減3角形了嘛 就是4pi over 3 減開方3 那 接著 我們的答案呢 就是 將 sector 成分2啦 那我先看 4pi over 3 減開方3 乘回 2 4.91 那 所以答案是a for apple啦 感谢观看